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他分享的就是 这段的时候是他有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觉得都很重要 当然说个子都很重要 是 因为导演的感觉 然后我们要帮一个人设计到艺人 他也有能力 然后他也有想法 然后我们会把他都时间做磨合 然后甚至有时候为了精英求精 演出邪哥还在改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哪些东西是演出邪哥的感觉 就会觉得太平显 但我们跟我讲 你们看到的这一切 有一部分也是前一刻 我们都做梦都不想做到的 他就一直在改 然后到那一刻完美呈现的时候 大家才是觉得 做到 但在那以前 很多事就是拼命在改 人家也考验 人家也能心里的强度 还有他们的能力 还有他们也在在 尝试的这个勇气 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印象 在那个演奏上 那个鲜石后鸿板 跟前鸿板 就觉得 就 我老师告诉他们有多危险 就哥哥看他 他我就觉得 好棒 好棒 我告诉你 在彩排的时候 大家都撤他一个部分 我想说是 大家都撤啊 就是danser 因为他们有一个部分 就是给我们走位啊 艺人 就是要做那样 做那个练习嘛 因为大家都觉得差不多了 就是可以撤他 应该怎么办 其实 其实可能是有危险的 然后 但因为 当然会有一事 他就扶他 就是他都努力他 他就觉得说 他应该要努力完成 不然他靠别人 才算成功 然后就真的 很棒 他们自己家 我三个都接触过 然后千玺的拍子非常好 千玺的拍子非常好 然后 表达很特别 嗯 然后 他们三个其实都 有各自 很微妙的不同 然后千玺 我觉得他是 艺术兴奋很高 就他从来 他订的节拍 他唱的快歌 写奏感特别好很不爱 他也是 是比较 模仿一点 当然需要有很好的工作 我们几次工作下来都 比较像是 朋友的 对 然后所以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上好